昨天晚间11点多 在高雄凤山配电所的保护开关突然跳脱 导致大辽区凤平路 以及大树区竹寮路等一带 全部大停电 整条路上是一片漆黑 就连红绿灯耗制全部都停了 一共影响3859户 民众说大约停了一个多小时 很不方便 过程中一度恢复宫电 那30秒后又陷入一片漆黑 而经调查后发现 原来罪魁祸首是一棵芒果树 芒果树倾倒碰触到高压导电 引起电线保护开关跳脱 所以看出芒果树之后 周围凌晨一点钟恢复所有宫电 昨天晚间将近十点 在台中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有驾驶一次太累了 加上车速过快转弯的时候 失控撞到一旁的店家 巨大撞击力道 车头严重浑水变形 就连路灯都被撞倒了 再把时间交给佩宇 直接这辆红色车辆的板筋 变形凹陷 车头几乎全毁 一旁的路灯惨遭连根拔起 路边的三辆摩托车 甚至也遭受波及 全部集成一团 十周号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 驾驶行进台中时中华路 要左转名权路时 也是因为工作太累加上车速过快 在转弯时竟失控撞向一旁店家 强大撞击力道直接撞断了路灯 并连带横扫店家招牌 看到的时候是他已经撞过来 这次爆的声音很大声音 就停着有人坐在这边滑手机 然后车就蹦蹦蹦就过来了 距离车身只有两公尺 感觉脚边怎么好像有沙子这样扫过去 结果是碎玻璃 情商货报到场后出动了大型脱吊机 将车辆吊起排除事故现场 不幸中的大型 整体车祸驾驶警右脚轻伤没有打碍 现场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至于详细的车祸原因和沼泽归属 还有在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理解 而在新北市知名的跑山道路 三峡台七乙线 在今天凌晨发生严重的车祸异味 两辆车甚至对重 车头全部全毁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辆红色自小客车的车头 严重回损反经凹陷变形 驾驶还一度受困车内 经销货报到场后立即破坏车体 将它救出再往旁边一看 另一辆黑色轿车的车体撕散一地 车头也是几乎全毁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这台车要下山 那台车要上山 然后它上来的时候 可能是要超车把它拉出来 对它逆向车队车转 20号凌晨零点多 知名跑山道路新北三峡的台七乙线 发生这起严重车祸 一辆红色自小客车驾驶 当时与朋友相约跑山 不料在上山过程中疑似车速过快 在5.3公里处转弯时 跨越双黄线超车 当场撞上了对向下山的黑泽轿车 辆车撞击后打转了180度 驾驶纷纷受困车内 还波及了另外两辆轿车 蛮严重 左手是断掉 但是实际状况不知道 内方应该是有的 红色轿车驾驶左大腿骨折 早装驾驶则是左手弯骨折 双方意识清楚送往医院急救 警销同时也出动了大型脱掉机具 将车辆吊起排除事故现场 至于相信的车祸原因 警方也扣留了两车的行车记录器 并将沿路调越监视器 加以厘清 台语歌手郭贵斌 他之前是以一手海坡浪 红遍大街小巷 不过最近为他的儿子很伤脑筋 因为他儿子去年持枪帮朋友出头 就被起诉 没有想到又被查到开车蛇行 撞伤机车骑士肇事逃逸 警方在他家中搜出了200包的毒品 涉嫌犯毒 因此是依公共危险罪 毒品罪将他起诉 他的老爸也就是郭贵斌 也是很生气 在脸书上心痛血下 养不教父之国 公车刚起步 机车就遭黑色轿车追撞 骑士连人带车滚了好几圈 直接撞进公车底盘 差点就被车轮碾过 挨撞的机车 车可毁了一大半 好险骑士只有轻微擦伤 但肇事的驾驶却加速开溜 警方寻现找到人在台中的流行车主 他喊冤因为他只是人头 真正的车主是一位绰号 麒麟的男子 警方经查车的确就是麒麟所开的 但证明麒麟到底是谁呢 原来他就是台语歌手郭贵斌的儿子 郭贵斌红遍大街小巷 近年淡出演艺圈 儿子却接连闯祸 肇事逃逸前一天 他才和邻居起口角 拉扯中竟掉出一把枪 警方还在他家中 搜出两百包毒咖啡包 以及K他命 最后被以毒品和公共危险罪起诉 我小孩也本来想要攻击他 郭贵斌已嫌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近几年现身几乎都为社会案件 还心痛在脸书写下 养不叫复制过曾经的台语天王 如今却为儿子伤透脑筋 记者林中正陈玉璇台北报道 5月疫情升三级警戒 重创了各行各业 也包括了全台的加油站 根据经济部最新统计 5月份全台加油站的汽油 总共销量只有77万多公平 这个数字呢 是比去年同期大跌两成 等于少卖了将近两亿公升 让民间加油站一片哀嚎 更指出五六月双北发油量 实际上少掉的是四成以上 呼吁政府6月28号 希望可以部分解封 留给业者一点点生存空间 全台的去年数字最近在下降了 市区道路通行的车辆真的变多了 而寿山行人观景台瑞丰夜市连锁大卖场 也是开始涌现人潮了 民众说这段时间都不敢出门 而在昨天的去年数字比之前也是少很多 趁着假日赶紧才买民生必需品 还有人说真的很想去户外走走 而刚恢复营业不久的瑞丰夜市也是出现人潮 很多家知名的摊商也是出现了排队长龙 不过市府的人员也是不敢大意哦 穿着这个背心开始举一些手把 在巡视要求大家赶快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确保夜市人潮不会过多 好说到生意我们就来看看了 为了拼经济为了拼生意 现在呢防疫豪华便当出现了 就在屏东东港 好几件业者呢在地方呢就推出了防疫便当 便当里头一打开无够澎湃里头有黑鱼鱼啦 还有大尾的泰国虾啦 以及乌鱼籽海胆鱼卵非常非常的丰盛 就连海鲜餐厅也推出了九宫格的豪华便当 里头上是有这个黑鱼啦还有鲍鱼啦 另外还有干贝通通有 粗饭上头铺满黑鱼鱼丁 金黄饱满鱼卵 一汤匙舀下去也不心疼 放下两只泰国虾凤螺满满海胆 屏东东港华侨市场 业者推出防疫便当 刚开卖就秒杀 全东港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他们 真材实料 对啊 又新鲜 对啊 所以我们来这边只吃他们家的 身体延长不能内用 业者纷纷推出外带便当 满满高档食材 还把鲜鱼丼饭变成便当 上千元只卖五百块钱 立款超豪华便当 老板杀出血路就为了留住熟客 换鱼换秀赏 黑鱼啊还有那个泰国销都自销 有空不然来做一下便当 东港丽家海鲜餐厅推出 黑鱼防疫便当 把餐桌上的美味搬到便当盒里 北美上腹肉鲍鱼无鱼子 统统装进九宫阁 每一道菜给拆开 就一个人就可以享受到 这十二道菜 夜人推出破千元的防疫餐 以及249个人餐 把板得上的山珍海味浓缩在 小小便当盒里 非常实情 夜人脑筋冻得快 除了乒乓牌也要拼创意 从百元到千元抢工外带商机 记者张叔华 马家瑜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下支